下面是一个与伯克利大学的Anka Drogen教授进行的对话,他致力于人机交互算法的研究,并关注机器人在与人类的互动和协调中的行为,他还在自动驾驶汽车公司Waymo单元顾问,但在这次对话中,他完全代表伯克利大学,他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趣的机器人学家之一,我在这次交谈前经历了一天的疲惫和疯狂,所以比平常更累,但他走进来时,立即展现出的活力,热情和对人机交互的激情是具有感染力的。 所以我非常开心并享受了这次交谈,这是人工智能播客,如果你喜欢,请订阅,给予五星好评,在Apple Podcast上支持我们的Patreon,或者简单的在Twitter上与我联系,名字是Alex Friedman,拼写为FlyDM,像往常一样,我会先使用一两分钟的广告,永远不会在对话中插入广告,以免破坏听众的体验。 本节目由CashApp赞助,它是应用商店中排名第一的金融应用程序,当您下载并使用它时,请使用代码Lex Podcast,CashApp可以让您向朋友付款,购买比特币和投资股票市场,最低金额为一美元,由于CashApp进行的是零股交易。 所以,我想提一下背后工作的订单执行算法,是一项算法奇迹,因此,要为CashApp工程师解决难题,提供巨大的赞扬,最终提供了一个易于接口的抽象层,使交易更易于新投资者,而且更容易实现多样化。 所以,如果您从应用商店或Google Play获得CashApp,并使用Lex Podcast的代码,您将得到10美元,CashApp还将捐赠10美元,致指在推进青少年机器人技术和STEM教育的组织。 以下是我与Anker Drug的对话,你什么时候开始热爱机器人技术的,我想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实际上有些偶然,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开始对编程感兴趣,接着是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我一开始并不喜欢计算机科学,但后来在大学里接触到了人工智能,然后,我申请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机器人学院,我来自德国的一所小学校,没人知道我这个人,但我曾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度过一个学期,所以,我拿到了来自该校的推荐信, 这也是我唯一被录取的地方,我觉得机器人技术是将我所知道和热爱的东西如优化,应用起来的一种很酷的方式,所以,我就这样开始涉足机器人领域了,关于我如何开始热爱汽车领域,这有一个更好的故事,在我读博士期间,我主要从事机器人控制和操作方面的研究, 但现在我在各种应用方面都涉及一些,包括汽车领域,我之所以涉足汽车领域,是因为我曾在博克利时,还是个博士生,参加了2014年的Robotics Science and Systems RSS研讨会,主办方组织了一次由Google提供的自动驾驶汽车试程活动, 当时我坐在一辆机器人汽车里,它不断做出决策,全部都是正确的,真是太神奇了,跟控制机械臂相比,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体验,当我第一次体验到Google自动驾驶汽车时,那是一个非常具有转折意义的时刻,就像我遇见Boston Dynamics的Spot Mini机器人时的感觉一样,那一刻,我好像爱上了它,因为我知道它是如何工作的,尽管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技术,但它是一项很棒的工程成果,我的大脑里出现了拟人化的想法, 它们就像是一只小手臂和一个类似头部的东西,看着我,它,或它,看着我,你知道的,那里有一种神奇的联系,这让我意识到,哇,机器人可以比仅仅操纵物体更多,它们可以是具有人类联系的东西,杰夫是一辆自动驾驶汽车,那才是真正启发你的机器人,我还记得乘坐这辆车时的感受,我被震撼了,他们给我们一个贴纸,上面写着,我曾经乘坐过自动驾驶汽车,还有一只可爱的萤火虫,我把它贴在了我的笔记本电脑上,并一直用了很多年, 一直到我换掉电脑才停止使用,你提到了优化,那么早期在数学,计算机科学方面,你的灵感来源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这个看起来比较冷门和无聊的领域,对你来说,其中哪些方面是令人兴奋的,事实是,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喜欢数学了,我参加了数学奥林匹克,一直到我能够去参加国家级的比赛,你会说中文吗,我理解,所以,我很早就参与了这项活动,可能只是感兴趣与理论,而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真正理解,我一直都喜欢学习, 但没有将这种理解应用到某些领域上,因此,我认为,这就是我逐渐深入计算机科学的原因,因为它是数学meets实际应用这样的东西,你还记得自己写的第一个程序吗,好的,第一个程序是在四年级时写的,它是用Cute Basic画原的,但我已经不知道如何画了,这是他们教我的第一件事情,你可以选择一些特殊的课外活动,比如舞蹈,音乐或编程,我选择了编程, 但是,我当时还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这个竞赛,现在在罗马尼亚,编程比赛是很大的一件事,我参加了一点计算机科学奥林匹克竞赛,但是,不像我参加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那么认真,编程比赛就是解决难题,用电脑编写算法,有点类似于算法,你提到了谷歌自动驾驶汽车,但是除此之外,你最喜欢的机器人真实或虚构都可以吗? 有哪些机器人引起了你的想象力?我的最爱是电影机器人总动员里的Wally,他完全可以表达情感,摆出各种手势和面部表情,我喜欢他的表情和运动,以及这背后隐藏的意义,这其中还有一个个人故事,我丈夫曾经用Wally向我求婚,他操控了机器人的七个自由度,包括头部和手臂运动,让我非常感动,那个镜头的东西,他渐渐的出现了,并且,他有一个像你知道的那样的腹部盒子开口的东西,所以,他就这样做了,然后,他用乐高积木,做了一个慢慢打开的盒子, 然后,哼,是的,他很厉害,在酒吧里,可能是我听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长话短说,我喜欢Wally,因为我喜欢动画,机器人,而且我喜欢这个事实,也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还有这个机器人,你认为,创造像Wally这样,与人类有如此深入联系的机器人有多困难,真的很难,所以,这取决于什么环境,如果你想在非常特定的狭窄环境下做一件事,并且有表现力,那么你可以找一个动画师,让他们设计一些轨迹,这部分很容易, 但困难的部分,是不通过这种手工制作的行为来完成,而是通常的自主完成,我不工作,只是想澄清一下,我曾经很多时候都在做这个,但现在不那么常做了,但是,让机器人在它拿起和放置东西时,能够用各种形式的风格来完成,这部分很难,你知道,当机器人在操作台上取得成功,并充满信心时,它与犹豫不决形成对比,你也知道,机器人在遇到某些失败或者失望的情况下,也许会感到高兴,又或者是失落, 我认为,当机器人移动时,他们可以传达出许多关于自身内部状态,或者感知到的内部状态的信息,我认为这非常有用,并且在未来,我们也需要这种元素,因为我读过一篇文章,说现在的孩子都会对Alexa这种人工智能设备,进行粗鲁的交流,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机器人不会真正生气,而只会以相同的方式回复,但至少对于儿童正确的发展来说,他们需要知道这些事情,以及要如何与机器人正确的互动,我还认为,当你走进家门,看到你的个人机器人时,如果你非常愤怒,机器人的行为肯定会有所不同,与当你非常高兴,机动时的机器人的行为也会有所不同,但这很难实现,因为我不知道,当我们表达机器人的目标或意图时,我们对机器人意图的表述方式,与机器人正在发生的事情之间, 没有很好的联系,具体而言,我们需要扩展状态的概念,将人类的内部状态包含进去,只要考虑到,人们实际上正在感受到什么,以及他们对机器人的看法,接着,我们需要在这个系统中进行优化,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动作,如何影响观察者对我们的感知,但是,编写这方面的数学模型非常困难,当你开始思考,如何将人类纳入状态模型时,对于人类来说,你认为,它们究竟有多复杂,它们是否可以被简化成只是一个移动的物体, 或许还带有一些基本意图,还是说存在其他的因素,我们必须建模像情绪,总体攻击性和时间这样的人类特质,或者像博弈论特质一样的东西,你感觉这个人机交互问题有多么复杂,我们应该谈一谈人机交互问题,是的,这就是我所说的,顺便说一句,我将会谈到非常具体的人机交互观点, 不是关于社交方面,或者关于如何与机器人进行良好对话,也不是关于机器人的外观,因为如果你让机器人高矮不同,它会影响人们如何与其交互,我要谈论的是非常狭义的东西,就是假设你希望机器人能够在一个实验室里,独立完成一个任务,那么现在你问,机器人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 显然,机器人的实际目的是帮助某些人,而这将会以两种方式改变问题,第一种改变方式是,机器人不再是单一的代理人行动了,你需要考虑到,环境中也有其他人在行动,比如汽车绕过人群,在一个办公室中,机器人绕开行进的人,假设你派机器人去咖啡店,给你拿一杯咖啡,那么在相同的空间中,也会有其他人在抓东西,现在有了机器人和他的行动,还有其他人做出决策和行动,即使机器人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之类的, 但如何与这些人共存是一个问题,使他们协调工作,第二个问题是,回到编程员的问题,我可以为机器人指定一些目标,然后进行优化,你可以指定任务,但是,如果我把机器人放在你家里,你可能会有自己的想法,比如,我想要我的房子变干净了,但我想,它怎么变干净呢,它应该离我多远,所有这些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两个区别是你围绕人类活动的区别,你应该优化的东西,应该满足最终用户的偏好,而不是你的程序员设定的偏好, 偏好的问题很棘手,因此找出这些偏好,并能够交互式的调整,以理解人类真正想要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理解人类的行为方式,才能与他们交互并取悦他们,那么,为什么理解人类是如此困难呢? 在我看来,理解人类有两个非常相似,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的任务,一个是能够预测人们会做什么,我们都知道需要这样做,另一个是满足人们的偏好,适应人们的喜好,知道应该优化什么,这更多的涉及到推断和猜测人的意图。 偏好,这些任务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如果你能理解人类行为并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么,预测他们未来的行为就会变得更容易,因为我们做决策都是基于我们想要达成某些目标,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多么复杂的模型才能理解人们的真正意图呢? 在机器人领域,我们已经使用了一种被称为逆强化学习的东西,它可以帮助机器人推断人类的动机和行为,他人的行为是展示他们想要如何完成某件事情的概念,这不是逆强化学习,你说得很对,这是从人类行为中推断出奖励函数的问题,找出对于这项任务来说最优的行为是什么,这是学习人类偏好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你可以让一个人开车并学习他的驾驶风格,或者让人们演示如何清洁房屋,然后了解他们想要的偏好和权衡, 我们在机器人领域有一些成功经验,这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人类行为模型,这个模型非常简单,即人类行为与人们想要的是最优的,所以你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并逆向求解,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逆向强化学习,这是基于经济学中的效用最大化理论,在上世纪40年代引入,认为人们通过最大化效用来选择,到了50年代后期,我们有了Luz和Shepard的理论,认为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误差和随机性, 他们可能根据效用大小的概率随机选择某些东西,这种误差被称为人类造声,这种理论演化成了逆强化学习的一种新形式,我们称之为波尔兹曼理性,这种方法可以解决人类行为具有一定造声的情况,并且我们在这些任务上取得了一些成功,根据这个人的要求,他们似乎想要的是一个更高级的任务单词,但这并不足够,有什么例子,你的桌子在哪里, 所以想象一下,你正在尝试控制一个相当复杂的机器人,比如控制机器人手臂,因为你可能是一个运动障碍患者,你需要在轮椅上安装一个机械臂来控制它,或者我们与Sergei一起研究过的一个测试,是一个登月着陆器,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个Atari游戏,它叫做Lunar Lander,它非常难,人们很难成功着陆,大多数时间只是左右撞击,所以,这就是这种任务的类型, 想象一下你正在试图为操作这样一个机器人的人提供一些帮助,你希望机器人能够自主的弄清楚你要做什么,并帮助你完成它,对于类似Lunar Lander这样的任务,这些模型似乎有些失败了,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谈论的是40年代到50年代的校友,然后70年代来了,行为经济学开始流行,人们说不,人不是理性的,而是杂乱无序,情绪化和非理性的,有各种各样的启发式,可能是特定于领域的,他们只是一团乱麻,那么我的机器人该怎么做才能理解, 你想要什么呢?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对于大部分情况,我们可以使用相当简单的模型来应对,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模型就不够用了,那么问题来了,你会怎么做呢?有时,我真的很想收拾行囊回家,因为让人们的行为变得可靠,并理解人们想要什么,这个任务看起来真的很艰巨,尤其是随着机器人能力的不断发展,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功能强大的系统,你真的想确保你在告诉他们正确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是什么呢?通过阅读人类行为来了解,如果我坐在这里, 静静地尝试了解你的一些事情,但只是听你说话,那会比如果我能说些什么,问问你,并进行互动和控制更难,好的,机器人能通过实际行动来影响人类的行为,以帮助他理解人类吗?是的,绝对可以,最近让我感到兴奋的是,当你尝试将机器人问题看作是,我有一个机器人,他需要优化人们想要优化的任何东西,而不是可能是程序员所说的问题时, 我们将其视为人与机器人合作问题,在这个问题中,两个代理商都可以采取行动,机器人比人类知道的少,因为人类实际上可以接触到他们想要的和知道的内容,虽然他们不能写下来,但他们可以谈论他们,可以给出各种信号,可以掩饰,但机器人不需要被动地观察人类行为,并试图理解它,机器人也可以采取行动,因此,有这些信息收集行为, 机器人可以采取这些行为来引发实际上是有益的响应,例如,这不是为了帮助人们,而是回到与汽车和所有其他的人协调的问题上,Dorsa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正在研究汽车能够在人类周围导航,你可能不知道特定个体的驾驶风格是什么,但你想在他们旁边换到,在汽车内部的其他人也适用于类似的想法,但让我们只考虑人类驾驶的车辆,想要推断你旁边这个人的驾驶风格,你想知道,他们是否特别具有攻击性或防御性, 如果他们会让你进入或不会让你进入,这非常困难,如果你认为他们可能非常具有攻击性,我不应该和他们一起骑,你就会一直在他们旁边开车,而你并不知道他们的观察方式实际上是怎样的,当他们紧贴你并且需要执行时,情况也很类似,因为他们是否具有攻击性或防御性,所以你需要使机器人思考如何改变他所采取的行动来收集信息,然后机器人想出这些很酷的东西,比如他朝着你的方向,看看你是否会减速, 如果你减速了,他就会更新对你的模型,并说,哦,好的,你更倾向于防御,现在我可以,这真是一场迷人的舞蹈,太酷了,你可以利用你自己的行动来收集信息,这感觉就像是开启了一个充满新鲜感和刺激的机器人世界,我想,有多少人在考虑这种事情呢? 因为它实际上是利用人类的优势,我和很多同事谈过,他们大多数人对人类感到有点害怕,因为人类是杂乱且复杂的,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的困境是,有些任务我们可以假设,人们是大致理性的,并且,我们可以弄清楚他们想要什么,我们可以找出他们的目标,例如,他们的驾驶风格等等,但是还有一些任务,我们无法假设人们大致理性,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是把行囊收拾好回家呢?还是有其他解决方法呢?最近我有一些希望,但我自己也有些怀疑,我知道你知道50年的行为经济学仍然没有想出来,但也许它与该领域的进展并不真正矛盾,但基本上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是,与其放弃,并说人们太疯狂和非理性,我们无法理解他们,也许我们可以从容推断,也许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实际上是相对理性的,只是根据世界,关于世界如何运作,你知道他们没有什么我们当我们考虑理性和幸福时的假设, 或者他们受到与机器人相同的假设和限制的理性支配,如果这是世界的状态,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过渡函数,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地平线,但也许他们之所以看起来有点杂乱无章,特别是对机器人而言,是因为他们可能只是持有不同的假设,或具有不同的信念,我的意思是,这是另一个迷人的想法,即人类非理性的这种口头渴望,也许是建立在行为经济学上的,即我们只是不理解他们操作的约束和奖励, 所以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举手投降并说他们非理性,而是应该设法了解约束和假设,是什么使这种行为有道理,这是一个很好的人生教训,对于与人类交流的机器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假设,你只是缺乏同情心,这也许是你忽略的某些东西,特别是对于机器人来说,他们有点傻,不知道一些东西, 人们有时实际上超级非理性,他们实际上知道一些机器人不知道的东西,就像,这个机器人知道的比你知道的多,实际上,如果你试图说,也许人们正在操作这个东西,但是假设一个更简单的物理模型,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这种飞船或七自由度的机械臂等复杂的工艺所涉及的复杂性,也许他们有这种直觉的物理模型,这个概念在认知科学中被研究,像Josh Tenenbaum,Tom Griffith等人都在研究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发现,你可以尝试找出什么样的物理, 物理模型最能解释人类行为,然后,你可以使用这个模型来修正他们对航天器实施的命令,所以,他们可能会把航天器发送到某个地方,但你可以退一步,根据他们的直觉物理模型来判断,如果这个世界按照他们的直觉物理模型工作,他们认为航天器应该去哪里,然后,你可以使用真正的物理规律来确定你应该做什么,以此代替他们实际发送你到的位置,我保证,这个机器人成功降落在月球上,就在两面旗帜之间,这并不是最终的结论,但它正是最终的结论, 它明明了人类的直觉能力,有时候被我们低估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情况,因此,你需要尽可能明确地描绘他们的世界观,这并不是为了限制自己,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终生更新了那一并通过不同的方式破坏它,比如说,不要,不要,不要, 这使得人们无法看到真正的状态,也许他们正在估计某些转换功能,甚至实际的奖励评估,也可能还在学习中,了解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像当你观看Netflix时,你必须从很多选择中选一个,可以想象DAI系统将该选择解释为你更喜欢的事物,而你如何知道,自己仍在试图弄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等等, 因此,考虑这一点也很重要,这样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在他们知道的情况下,做正确的事情,对于你提到的推荐系统,你考虑的是什么种类的人机交互问题空间呢,是像轮式机器人,自主车辆这样的机器人吗,是物体操作,例如,当你在思考人机交互时,在你的脑海中,也许我能代表整个人机交互社区,但是,你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这里的边界是什么,当你思考我们所谈论的问题时,我试图找到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来研究人机交互算法的基础, 尝试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无论我们做什么,实际上都是相对领域无关的,无论是关于自主车辆,还是四轴飞行器,还是其他任何基础,同样的基本原则适用,当然,当你试图让某个东西起作用时,你通常需要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来使其是应该特定领域,但是这些东西在工作中都是通用的,我们正在谈论如何对人类进行建模,事实证明,很多系统需要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与人们想要和需要的关系,以预测人类行为, 所有类型的物理机器人都可以从中受益,我曾经做过操作,也就是拿起东西,然后在人际交往中拿起东西,现在这个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非常专注于问题需要如何改变,算法需要如何改变,当我们不是单独一个机器人去清洗碗碟,而是走出那个范围时,我突然想到的一件事情是, 在博弈理论方面,您说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想法,即利用行动来获得更多信息,但如果我们考虑与您互动的人所持有的世界模型,那么您的机器人身份也有可能被操纵,如果我们看自动驾驶车辆,人们有着某种观点,您说在孩子们看来,人们会把Alexa视为某种东西,试图优化人们如何看待您,作为一个机器人是有价值的吗? 还是距离我们现在可以解决的问题有点太远了,这两者都有道理,事实上这非常有趣,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看到了一些进展,在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上,因此,在机器人内部有一些需要做的事情,例如机器人的目标,驾驶风格等等,我们将建立一个系统来设置状态,人们对这些参数的信念是该状态的一部分,现在当机器人采取行动时,人们就会获得关于机器人内部状态的新证据,因此,他们正在更新他们的心理模型, 这个机器人,如果他们看到一张类似切断某人的路线的卡片,他们会认为这是一张具有攻击性的卡片,他们会知道,当看到一个机器人头朝着特定的门时,这个机器人是不是试图到达那个门,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去理解人类的目标和意图,而人类不可避免的也会这样去理解机器人,这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你提到的是,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变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但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更加清楚,更少感到快乐, 如果你对人类如何解释机器人的行为,以及他们如何使用这些行为,来更新自己的信念和诚实度,有一定的了解,你就可以通过优化行为来提高信息量,并减少混淆的情况,这其实就是应用了贝叶斯规则, 首先,人类有一个初始的信念,当他们看到一个行为后,他们会做出一些假设,认为机器人生成他的行为大致上是合理,合乎逻辑的,然后他们会将这一新证据加入他们的信念中,并从贝叶斯意义上更新自己的后宴信念,而机器人现在要做的就是,尝试找出哪些行为可以使人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到正确的参数,从而把他们的信念趋向正确的位置,这有点像是一个数学公式的形式化表达, 但我也很担心这一点,不知道你是否想和我一起探讨一下,比如孩子们不尊重亚利克斯,Alexa和机器人之类的事情都让我感到担忧,总的来说,我对人性持怀疑态度,可能是因为我成长在苏联,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等历史事件,我担心我们在历史上对待其他人群体的方式是否正确,在历史上,我们所称的他者已经变了很多次,但现在似乎机器人会成为下一个他者,而且我发现,机器人似乎没有什么受到尊重的权利, 他们被推来推去,在浅层有没有更好的体验,似乎机器人需要有点反馈,就像我的直觉说的那样,我的意思是,大多数公司,如Rumba自动驾驶车辆公司,可能不会对机器人有点态度的想法感到高兴,但我感觉这很必要,以创造引人入胜的体验,就像我们人类似乎不尊重任何不给我们些态度的东西,或者像神秘和态度和愤怒的混合,这些会以微妙的方式威胁我们,也许是通过被动攻击,我不知道,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似乎还需要那种东西,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我们对有主张的人做出回应,但我们也对某人的脆弱做出回应,所以我认为,机器人正因为他们比较新奇,而且往往会显摆,所以他们经常被推来推去和欺负,因此我认为,回到我们一开始谈论的那些事情,让机器人更具表现力,更有态度可能会有所帮助,因为人们无法避免地赋予机器人人性化特征,并做出回应, 即使所传达的情感根本不是真实的东西,人们知道这只是一个机器,但我们仍然会解释,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来工作,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是利用屏幕上的小三角形核点,其中一个三角形在追逐正方形并对它生气,因为它不离开正方形,所以这是我的第一反应,脆弱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认为,推回和主张是建立联系,获得尊重的唯一机制, 但也许有其他机制是比较不具威胁性的,我们可以认为,人机交互实际上是一个博弈论的问题,当你在这个空间里采取行动时,人类也在同一空间采取行动,但你有自己的目标,即你是一辆车,需要将乘客送到目的地,而附近的人有自己的目标,有些与你的目标重叠,但并不完全相同,你们都不想相互发生事故,但是,你们有不同的目的地,想要更快地回家,这就是一个博弈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推测人类的行为,同时保护自己, 因为你理解人类也能影响你,这是一种谈判,涉及到游戏的不同均衡点,解决协调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是预测人们会做什么,然后避开他们,但由于人们有意图和隐含意图,这很难,此外,人们的行为也会根据你的行为而改变,因为他们也不是孤立地进行规划,当你看到汽车试图在高速公路上合并而不成功时,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看到交通不断涌来,预测这些人的计划是继续前进,然后保持距离,因为没有可行的计划,任何计划 都可能与其他人相交,这是不好的,你被卡住了,所以现在如果你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些人会根据车辆的情况改变他们的行为,比如,如果车辆试图向前移动,他们可能会减速让车进入,从而利用这个优势,我们称之为欠驱动系统的下一集,这在机器人学中被称为欠驱动问题,重要的是,他们不会无论你做什么都会执行同样的操作,而是受到你的影响才会采取行动, 在行人方面,我收集了数百个小时的视频,观察他们穿过街道时的行为,这似乎是一种有趣的爱好,人类和机器人的交互,以及欠驱动机器人问题都很有失意,并且需要不断地进行微调,道路规则或交汇处的整体个性,基于每天的时间等等,我的意思是,这种推动的想法,实际上,人们并没有在推动,他们只是积极地做出决定,有位跑步者曾经给我这个建议,我有时会在街上跑步,不在人行道上跑步, 他说,如果你跑步时,不和人们进行眼神交流,他们都会让路给你,这叫文明梳理,哇,这真的很奏效,我的感觉是,如果你表现出行动的自信,表明你不太可能偏离你所遵循的行动,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号,告诉别人他们需要计划你的行动,而不是推动,因为你的犹豫可能会传达出你还在跳舞中,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行动影响你,最近我和吉姆·凯勒进行了一次对话,他是一位传奇芯片或芯片架构师,但他也曾经担任过自动驾驶的角色, 他的直觉是,驾驶从根本上说,仍然像是一个弹道问题,忽略了人类的元素,就是不碰到事物,你可以学习到正确的动力学,以实现合并和所有这些问题,而我的感觉是,当人类参与其中时,难度要高出一个数量级或更多,就像在旧金山市中心想象一下,没错,他非常繁忙,现在把所有的人都带走,没有行人,没有人驾驶的车辆,没有骑自行车的人,也没有小型电动滑板车,我认为我们已经完成了,我认为,在那一点上的驾驶已经完成了, 我什么都没有做,这很好,关于倾斜,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让我们先暂停一下,我认为我同意你说的那个人,我认为很多人都会同意,但是,我们需要内化这个想法,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把自动驾驶映射到了感知问题上,我们离解决探测所有可行驶区域和场景中的物体有多近, 你认为这个问题难度有多大,你判断的直觉是,我们可能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已经接近解决真正的感知问题了,我认为感知问题很难,当然,几年前这种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个领域还存在很多难题,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 但我认为,现在可以相对放心的说,如果周围没有人,你可以驾车穿过旧金山市中心,那里不存在感知障碍,虽然你总是可以对事情进行改进和完善,但我们在感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认为,机器人领域中的所有问题都很难,当然你知道,规划问题,控制问题等都非常困难,但我认为,真正让这个领域变得困难的,是在边缘情况下的感知问题,比如旧金山市中心的情况可能不同,有时天气不同,有时路面很滑,这些动态变化, 可能仍然具有挑战性,好的事情是,实际上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例子,因为你知道的,那里有很多疯狂的建筑工地等等,但问题是,你以较慢的速度行驶,所以对我来说,并不感到危险,感到危险的是,高速公路时的一切,对我们人类都非常清晰,顺便说一下,我想光线也在这里,不使用光线有点不负责任,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根据您的用力而定,但我认为,如果您有机会使用光线,您受伤的风险,现在将更有意义,所以你不认为视觉很重要吗? 我真的不知道足够说什么,您有多少摄像头,有各种细节,我想他们的东西真的很难看到,如何处理要班,确切的说,你说的是人们能看到的东西,而你不能看到的东西,我的直觉更多的来自于能够使用光的系统,直到我们确信,使用光达到安全效果是有意义的,这是安全焦点,但我也同情Elon Musk认为光纳是一个支撑的说法,想到今天的工作,成为明天工作发明的支撑, 这个想法很有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真的,如果我们要坚持会议,你在学术和环境中,一直看到这些工作,会阻止你从箱子外面看问题,我意思是,所有这些都发生了问题,对于安全关键系统来说,你想坚持一个已经工作的东西,所以,在现实世界的安全关键机器人系统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有趣而困难的折衷,只是为了澄清一下,你的直觉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当涉及到人类元素时,驾驶会有多么困难,我们距离解决人机交互问题可能还需要几十年,但也许实际上时间并不重要,不过你认为,我们还需要多少突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这要是情况而定,我们都知道,开发人工智能很难,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在开发涉及人机交互领域的应用更加困难,但是我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理论,并且这些系统已经开始应用于现实世界了,例如,一些公司已经在行驶, 没有人类驾驶员的汽车,虽然只在小范围内进行测试,但是,这已经是重要的进展,我曾经去菲尼克斯和ZMO拍摄视频,那是我人生中非常珍贵的时刻之一,因为我第一次体验了由机器人驾驶的无人驾驶汽车,在没有人类驾驶员的情况下,这辆车能够安全地在路上行驶,并处理一些基本的路况,如交叉路口和左转等,但是,我们还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多快地将这种技术应用于像旧金山这样的城市,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不会说,这只是你现在懂得的纯粹工程,这可能是我知道的,顺便说一下,我这里讲话比较笼统,但我认为,成功是有可能扩展和扩大的,我们知道如何做很多事情,但可能还需要加入新算法或修改算法,因为在面对新挑战时,你需要不断学习更多东西。 问问你,你认为,这个问题有多大程度可以通过机器学习和强化学习来解决,有多少可以通过从头开始的数据来学习,而大部分自主车辆系统的成功都需要很多启发式和基于规则的东西,例如注入到系统中的人类专业知识,以使其正常工作。 你认为,在短期内学习的作用有多大?我认为,一方面学习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当人们将问题描述为一些人编写的规则集合与端到端RL系统或模仿学习之间的差别时,可能会出现某些缺失,例如,规划搜索优化实际上是在这种问题中非常有用的工具,既可以用于生成汽车行为和机器人行为的规划,也可以用于建模人类。 因此,机器人是一个决策问题,当机器人能够自己找出如何实现其目标而不碰撞和避免所有问题时,你就可以用优化来完成所有好的工作。 在我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人工智能,而不是基于规则的东西。 规则一点都不重要,只是在搜索空间中进行搜索,然后找到答案,Roughly,你正在通过一些空间进行优化,并找出似乎是正确的事情要做。 我认为这很难,因为你需要学习世界的模型,而仅仅进行学习部分是很难的。 如果你不去理会这些,那么你就会说,我可以进行模仿学习,但是,当我离开分布时,我真的很困难。 或者你可以说,我可以进行强化学习,这样可以增加许多鲁棒性,但是,你必须要在真实世界中进行强化学习,这听起来有一些挑战。 或者,你必须要进行强化学习的模拟,这意味着,你至少需要对事物进行建模,以便得到策略。 这个策略可以在世界上实现并进行额外的学习。 所以,你认为,模拟在人机交互空间中有用吗? 似乎我们谈论的所有内容都很难建模和模拟。 我认为有用,因为你可以提前使用模型进行训练,但是,这些模型是由人类构建或学习的。 我认为,它们必须是一种组合,因为如果你获得一些人类数据,然后说,这将成为我的人员模型,无论是用于模拟和训练,还是用于部署时间的计划。 我都要认为,这是人们工作的模型,无论你采集的数据如何,你都不要假设其他任何东西,然后你只需说,好的,这是一些数据,我已经收集到了。 让我根据这个数据适应策略,帮助人们工作。 所发生的事情是你在某个分布上收集了一些数据,然后现在你的机器人需要计算最佳响应,就是说,如果这就是人们的工作方式,那么我应该做什么? 而且很容易出现分布偏离你建立的模型的情况,人类非常糟糕,因为超出分布范围,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如果你考虑了所有可能的政策,然后只选择与你观察到的人类数据一致的政策,那仍然需要很多事情发生在那个置信区间以外,你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顺便说一下,这个术语应该已经成为机器学习术语中的概率分布之外了,因为它假设存在代表这些数据的好的统计模型,因此分布之外,感觉上我不知道,它对我提出了一些有关人类如何推理,完全没有见过的合理事物的问题,而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在我们没有见过他们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推理其他人会做什么,而我们以某种方式神奇的引导着这一点。 你知道我甚至可以预料到,即使是在很多方面都是新颖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我对我总是正确的有相当好的直觉,但你知道,我可能会有些不确定,等等,我认为,这就是如果你只依赖于数据,你知道你就有太多的可能性,或者说有太多的政策符合数据,顺便说一下它显然不仅是状态。 历史记录,历史真正的能够预测人会做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到目前为止,一直在做什么,因为这是你需要的信息,至少会默默的说,这是这个人的类型,这可能是他们试图做的事情。 总之,就像你试图映射历史状态一样,实际上有许多映射和历史,意味着过去几分钟,或过去几个月,谁知道有多少,你需要的是你所在周的权利,真正像一切位置或什么的速度,谁知道你需要多少,然后有这么多映射,现在你谈论如何规范化这个空间。 你施加了什么鲜艳或归纳偏差,你知道有很多相关的事情要考虑,基本上是关于我们应该做出哪些假设,使得这些模型实际上可以推广到我们所看到的数据之外,现在你在谈论,我不知道你能做出什么假设,也许你可以假设人们实际上有意图,这就是驱使他们行动的原因,也许这是正确的,在你没有看到告诉你相反的数据附近的情况下,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问题,你认为人工智能的一个梦想是解决共同的感性推理,无论那意味着什么,你认为 像共同的感性推理这样的东西必须被解决,才能解决人类互动驾驶空间或人机互动的舞蹈吗?你必须能够推理出这些常识概念,例如物理学,你知道我们一直在谈论人类的一切,我甚至不知道如何用言语表达,但人类行为的基础是死亡恐惧。 所以对我来说,将死亡恐惧编码成某种意义上非常重要,也许它不是非常明显,但感觉很重要,要明确的编码,人们不想死,因为这似乎很愚蠢,但是与过马路的行人玩的那个机游戏是在嬉笑中面对死亡的观念,我们真的不想死,这仅仅是一个负面的奖励,我不知道,它只是感觉所有这些人类概念都必须被编码,你有这种感觉吗? 还是说它只是我所说的那样简单,我认为它可能会更简单,而我是喜欢把事情复杂化的第一件事,我认为我们可以更简单一些,因为如果以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虽然我不知道是否公平,将其视为传统方式,例如将人们建模成理性或非理性,那么从实际上来看,他们有一个激励去保持自己的状态,就像斯图尔特喜欢待在那里,如果你死了,那么就无法取咖啡了,这是一个好的例子,所以,当你将个体作为具有这些目标和激励的代理人时, 无论是人类还是人工智能,你都在隐含的模拟他们想要留下来,以便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因此,我认为,这也许是令我如此着迷于理性框架的原因,尽管它已经破裂了,但它一直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视角,正如我们之前所谈到的,如果没有这种方法,我们要么放弃回家,要么使用完全的黑盒,但那样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该假设什么样的分布,这种方法一直是思考问题的一种很富有成效的方式,而且是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因为这些人并不是疯狂的, 也许它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合理,但是我认为,我们也必须做好它可能是错误的准备,并且能够检测,当这些假设不成立时的情况,现在问一个与此相关的小问题,我们一直在谈纯自动驾驶问题,但已经有一些相对成功的系统,在半自动驾驶,或称为二级自动驾驶车辆上投入使用了, 无论是测试版的autopilot,还是我与凯迪拉克超级大师系统合作的工作,都有一台面向驾驶员的摄像头来检测您的状态,还有一些基本的车道居中系统,您对这种处理人类机器人交互问题的方式的看法是什么? 是否靠一个非常愚蠢的机器人,并依赖于它来解决问题,人类帮助机器人保持生存,这个问题从研究角度看有多难,从实际部署的角度来看,这是否是解决人机交互问题的一个有成果的方法呢? 我认为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让一些系统不是全部产生这种潜在的假设,如果我是驾驶员,现在实际上不是在开车,而是在监督,并且我的工作就是介入,因此,我们必须小心这种假设,当我在监督时,我将和我在驾驶时一样安全, 就好像我能够避免那些事故一样,我认为,这种假设存在一些问题,有几个方面需要考虑,从技术角度来看,当你让机器控制并承担某些任务时,这取决于它实际控制的任务,以及它所承担的任务的多少,如果你让它控制并承担某些任务,它将离开人的观点状态,会出现一些人不会遇到的状态,人们在正常驾驶时能够很好的发挥作用,但在被动观察时经历的感受很不同,即使我试图保持专注,也和我真正主动做出决策时的感受完全不同, 这种现象在生活中普遍存在,学生们试图自己思考得出答案时,比被动的接受答案时更能掌握知识,我认为,人类因素在飞机上已经对此进行了研究,实际上相当明确这两者不同,所以我提出这一点,因为我已经因此遭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因为我很了解人类因素社区,这里的工作非常出色,几十年的工作证明了你所说的一切, 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断感到惊讶的是,这项工作的许多预测都是错误的,而我所见到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然而,我仍然同意你所说的一切,但我们必须保持开放的思维,因此我会告诉你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即使对每个单词,您所说的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您没有说的是,这些系统是否基本上不安全,这仍然是未知的,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例如我惊讶于从我们所做的大量数据收集,和与许多处于监督角色的半自主系统的人们交谈所得到的经验,并不是这个事实,而是当系统足够愚笨时,至少他们可能是关键因素,人们作为观察员更加充满活力,所以,他们更好地观察情况,因此,在某些系统中,如果您正确地进行交互,或者您作为主管与系统一起工作,那么您会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我同意这一点,我认为,这实际上是非常可能的,我的主要指出, 如果您做的过于天真,那么,您就默认了一些假设,这些假设实际上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确实认为,如果您明确考虑代理商如何减少人员的参与度,并使人员能够做更多的事情,那么,这真正的目标就是您仍然拥有一个驱动程序,你想要让他们变得比自己单独时更好,这是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我想让他们准备好接管,而不是加入,我们将讨论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奖励,他似乎对机器人的行为方式至关重要,广义地说,我们一直在谈论效用, 但你可以评论一下我们如何设计奖励函数,如何提出好的奖励函数,我曾经认为这很简单,但实际上,这真的很难,因为这应该是人们想要的,你必须将你想要做的事情,定制给最终用户,然而,即使您取消交互组件,设计奖励函数仍然非常困难,假设我们采用代理和优化某些目标,奖励,效用或成本的策略,如果您编写它,可能会涉及不同的情况,那么,当您部署代理时,您需要确保,无论代理面临什么情况, 您指定的一切都能激励代理所需要的行为,因此,在我的机器人B上进行动作规划时,我会指定某些成本函数,例如应该与人保持多元,这很重要,因为需要能够高效工作,但是,我需要确保我指定的任何约束条件或权衡是什么,当机器人在每个新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时,那种行为就是我想看到的行为,我所发现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但基本上我可以做的是进行采样,想出一些,我认为代表机器人真正要面对的情况的情形,机器人将会面对的事,我可以通过调整和添加奖励函数来使其行为最优,在这些情况下,首先非常令人沮丧,因为通过人工智能的奇迹,我们不再需要为行为规则指定规则了, 在机器人找出正确的应对方式之前,您只需插入此情况进行优化解渴,但您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定义准则,确保您没有忘记重要的51个事项,以及它们如何结合在一起,告诉机器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多好以及有多糟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教训,我不知道我有点盲目的忽视了它,因为我现在已经调整成本函数十年了,但是它确实让我深有感触,是的,我们已经将特征的调整和设计从行为方面转移至奖励, 而且我同意其中所需的时间更少,但仍然似乎很难预测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并确保您指定的奖励函数在优化时在每种可能的情况下都能很好的工作,所以您在谈及非预期后果,或者基本上是在谈论任何在您所说的分布之外出现的次优行为,这是您知道实际上是最优的,我的意思是,我猜想无意中造成了后果,您没有尊重所指定的规则,但这并不是你想要的结果,这两者之间存在差异,但这不是根本的机器人问题,而是人类问题, 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是的,有一件事叫做古德哈特法则,开始为组织制定度量标准时,一旦它达到目标,人们实际上会优化它,它就不再是一个好的度量标准了,好的,哈特斯法则是什么?哈特斯法则,一旦您指定一个指标,它就停止工作,是的,它停止工作了,所以,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优化某些东西,如果事先没有考虑到所有可能重要的因素,那么就会失败, 这很有趣,因为我从用户的角度来看待自然语言处理,但似乎问题不仅仅在于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交互,而是人与机器人合作,使机器人能够完成人类想要完成的任务,这种来回的机器人探测和人员信息交流等等,对于这种或许是新形式的人机交互来说,可能同样适用,即机器人与专业的程序员, 机器人工程师或设计师之间的交互,他们负责实际规定机器人的工作,如为教授完成一项任务,这真是太酷了,可以协作设计奖励,定义奖励意味着什么?当我们不再将问题看作是由某个人指定,并要求你优化时,我们开始思考,你在这个交互和合作中的地位,首先,当人指定一项奖励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遵守奖励函数的定义,因为他们尽力而为,但并不是什么魔法般的完美预言家,我们越早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就越能够在未来 拥有更好的机器人,他们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运作得更好,然后,您可以说,好的,似乎机器人学习过度了,过于依赖通过定义规定的奖励,而将很多其他信息置之不理,那么,我们可以采用哪些其他方法实际传达给机器人,我们想让他们做什么,您有一个很棒的想法,再加上泄露信息的失忆,您提到了人类泄露了关于他们想要的信息,您知道有泄露奖励信号给机器人的,那么,我们如何检测这些泄露呢?这些泄露是什么?他们指示,我不知道, 最近看到了一些词语,读到了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但是,这会让你记住一段时间,因为他没有明确表达,他从我们的行为中间阶线露出来,所以,我认为,也许有一些令人惊讶的东西,我们之前谈到了机器人手臂,需要在人们周围移动物品,放置物品等等,现在想象一下,你知道机器人有一些最初的目标,程序员安排了这些目标,所以,他可以做所有这些功能,他有能力去做,现在我注意到,他正在做一些事情,也许他靠得太近了,好吧, 也许我是设计师,也许我是最终用户,这个机器人现在在我的家里,我把他推开了,因为你知道他是对机器人当前正在做的事情的反应,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机物理交互,现在有很多关于如何应对人机物理交互的有趣研究,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件,机器人应该做什么? 有不同的思路,有人认为你可以将其视为控制理论,并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拒绝的干扰,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启发式方法,抱歉,我要进入一些重力补偿模式,这意味着非常灵活,我会朝着人推我的方向去移动,对我们来说,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就是他传达了关于奖励的信号,因为如果我的机器人正在以最佳方式移动,而我介入了,那意味着,我不同意他认为的最优解,并且优化问题等因素旁边, 这意味着TH想要的,成本与回报函数是不正确的,或者至少不是我想要的,将难以识别的信号转化为可操作的信号有多难,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托马斯车辆一样,在半自主车辆或自主车辆上,安全司机会取消自动驾驶,他们可以出于许多原因取消自动驾驶,所以,这又回到了如何构建关于人类行为,如何与其想法相关联的假设的问题,你不能只考虑一个外部扭矩,还要考虑人类的愿望,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将他们施加的问题, 这种整体运动可能相对于人类的愿望来说是相对最优的,从而获得了关于他们想要什么的信息,你可以了解到,人们希望你离他们更远,你说的对,可能有很多事情可以解释一个信号,你可能需要比那更多的数据才能塑造你的奖励函数,你也可以进行信息收集工作,我们之前就提到过这个话题,通过这种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塑造奖励函数,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人类操作机器人的上下文中完成了这些工作, 需要澄清的是,肯定有人已经考虑过,让机器人开始以某种方式行动,比如,如果存在许多不同的解释,它会以某种方式移动,以查看是否已经在其他方面进行了矫正,然后计划其动作,以便消除其意,并收集关于你想要什么的信息,另一种甚至更微妙的透露信息的方式可能是,当我按下紧急停车键时,我可能因为机器人即将做出错误操作,而感到恐慌, 这里也蕴含着信息,机器人肯定应该停止,但他还应该发现,即将发生的事情不好,并且停下来等待一段时间,比做出任何动作都要好,这也是关于我的偏好的信息,我想谈一下东方机器人的事,您对于艾萨克·阿西莫夫的三大机器人定律,有什么专业意见呢? 不伤害人类,服从命令,保护自己,这个想法听起来很傻,但是,我最近听到,很多人都在谈论机器人的未来和道德伦理问题,包括我的父母等普通人,他们都在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与机器人共处,三大定律或许是个愚蠢的想法,但是,您是否思考过未来机器人可能需要遵循的通用奖励机制,或者说,这个想法还太遥远了,我们没有必要采用三大定律,而应该采用不断调整的机制来处理这些问题,我认为,应该不断调整机制, 问题在于,这些定律只是文字描述,而我们需要将它们转化为数学语言,例如,不伤害人类是什么意思,正如我们前面所谈论的,您可能说出的话,与您所想表达的意思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希望机器能够理解我们所想表达的意思,而不是字面意义,我们希望机器能够在特定情境下解释和理解我们的要求,这就是设定奖励机制的意义所在,我们作为一个社区,与我们的合作者Peter Ball和Stuart Russell一起,不仅仅是根据设计者规定的奖励 我们更应该将其视为指导我们如何解释设计者的意图,并做出相应决策的依据,最终我们需要的是,行为激励必须是与好的行为相关的,我实际上应该优化的东西,所以现在机器人有些不确定它应该是什么,它的奖励函数是什么,然后还有所有这些额外的信号,我们发现它可以不断地学习和适应每次人们的纠正,也许他们会示范,也许他们会停下来,希望不是这样,一个非常疯狂的信号就是环境本身, 就像我们的世界一样,你不是看到行为,并说人们是如何做出理性决策的,但我们的世界是根据我们的偏好而行动的,我有一个例子,比如机器人走进我的家里,我的鞋子放在地板上,排成一条线,这需要一些努力,即使机器人没有看到,我把鞋子排成线,他应该仍然能够明白,我想要鞋子排成线,因为他们不可能自己神奇地变成那样,肯定是某个人花了时间这样做, 所以,环境实际上告诉机器人一些信息,至少是信息,我的意思是,环境是这样的,因为人类有些被操纵了,所以,你必须反向推导发生的叙述,以创建它的环境,并泄露了使命,是的,你必须小心,因为人们没有经历做任何事情,所以,仅仅因为我的房子很乱,并不意味着我想让它变得很乱,但这不应该决定你知道,我没有把努力放在那里,我把努力放在别的地方,所以,机器人应该想出这些其他的东西更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 这个房子很乱不重要,有点微妙,但是是的,我们真正认为,国家本身就像是人们在如何让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好,这个问题上所做出的一种选择,不管是哪本书,是技术类的,小说类的,或者是哲学类的,在回忆自己的人生时,他们都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也许它是一个转折点,激发了你的灵感,也许我们正在谈论着一些傻瓜书,没有人会想去读,或者它可能是一本你会向别人推荐的书,这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推荐,对于人们在旅途中可能有用的书籍, 当我在12年级的时候,我在罗马尼亚得到了一本罗素诺维格的人工智能,一种现代方法的PDF副本,那时我什么都不知道关于人工智能,我只看过电影黑客帝国,然后我开始研究这个东西,你知道,在一开始,你问了什么是什么,它只是数学和算法,但有趣的是,这个想法非常吸引人,你只需要设定一个目标,然后想办法,通过一种混乱而复杂的情况来实现这个目标,那是如此的酷,我有点偏见,但那是一本很棒的书, 你可以把目标转化为智能过程,并将其机械化,我也有同样的经历,我非常感兴趣心理学,想要理解人类行为,然后人工智能,一种现代方法就出现了,你可以把它简化为一个过程,我认为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们实验室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写关于人类行为的数学模型, 结合数据和学习,然后把这些放在机器人中,希望他们能够自主的规划与人交互的正确行为,而不是编写规则,设计行为,这是我们的标志性举动,我们写了一些代码,而不是手工制作这个和那个,让机器人自己去解决问题,是不是很酷? 我认为,这就是我从中得到的热情,我找到了如何实现那个图表中的目标,很酷吧?抱歉,如果问题浪漫化,或是有些愚蠢,假设医生告诉你,只剩五年生命,强调我们存在的有限性,你会尝试完成什么? 顺便说一下,这是我最大的噩梦,我真的很喜欢生活,真的不想死,或听到别人告诉我,我会死,对了,你有冥想或思考过生命的有限性,或者人类这个物种的存在问题吗? 它似乎是一种基本特征,你认为它是特征还是缺陷,你说你不喜欢死亡的想法,但如果我给你选择永生的权利,你不能死,你会选吗? 我看过一部叫好地方的节目,他们对此进行了反思,故事的道德是你必须让来世是有限的,否则人们就像握力一样,所以我认为有限性是有帮助的,但是你知道,我不是宗教人士,我不认为有来世之类的东西,所以我认为一切就此终止,你停止存在,而我真的很喜欢存在,存在是如此伟大的特权, 每次我发现这个生命中的一切都很美好,即使是最愚蠢的平凡事物,都是美好的,我知道我之所以觉得它美好,是因为它的结束,这太令人难过了,像我这样的人,对于生命中的几乎所有事情都觉得美好,我认为我们喜欢存在,是因为它结束了。 对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这里可能有一个教训,无限可能性,似乎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有些人似乎指责我只是俄罗斯人,忧郁,浪漫之类的东西,但那似乎是我们存在的根本性质,应该纳入我们的奖励机制。 但是,如果你在谈论奖励机制,如果你只有五年时间,你会试图完成什么?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感到非常愉快,因为我不知道我会改变什么,我正在尝试为我们理解人工智能交互做出一些贡献。 我认为我不会改变这一点,也许我会去加勒比海多旅行一些,但我尽量花时间做让我感到快乐的事情,思考这些问题也让我感到快乐,我尽量做让我感到快乐的事情,可能我会减少一些部门服务之类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我有很棒的同事,学生,家人和朋友,与他们保持平衡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不知道我真的会改变什么。 那么在积极的精神上,如果你有一个小善举在你脑海中,你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什么?嗯,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的同学们提供了一些辅导,我们正在为我们的高考做准备,他们对数学,其他科目很熟悉,但我已经有些时日没有接触物理了,所以,他们都在和一个老师一起工作,他的名字叫Nicole McConnell,他开启了我整个世界的大门,因为他告诉我,应该参加FAT考试,申请去国外上大学,在我的英语上取得更好的成绩等等。 当涉及到财务问题时,我和我父母真的付不起做所有这些事情的钱,他开始免费给我辅导物理,并且坐下来,教我备考SAP和其他他有经验的事情,现在显然正让你成为了世界上最专业的机器人专家之一。 这些小小的善意举动,就像是因果律一样,想要支持别人,我们谈到了很多奖励函数,让我谈一下最荒谬的大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人类是在哪种奖励函数下运作的?对于你来说的意义,可能对于人类生命而言是更广阔的,你认为什么能让生命充实?有目的?幸福?有意义呢? 你连面无表情的问这个问题,这也太荒谬了,好的,你肯定还是要试着回答它。 有一次我去天文馆,然后,他们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东西,把相机往外拍照,这个宇宙是如何的浩瀚无垠,我们只是一粒尘埃,我认为,这表明了我们人类只是存在于这颗小行星上,毫不重要,然后,我的思维被彻底打乱了。 因为这位医生提出了多元宇宙的理论,他们把视角放得更高,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宇宙,并且有数不清的其他宇宙,而且,它们会不断地产生和消失。 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它的大小,就好像我们的整个宇宙只是在其中一瞬间出现,又消失了。 我想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影响我们可以影响的地方,留下一点东西给我们的社区,留给我们的朋友,家人和当地的社区,并试着支持其他人,因为其他一切都显得荒谬无比。 你怎么看待这些多元宇宙,你能理解它们吗? 你被它的广阔所启发,你认为它存在并不可思议,但这种神秘感,有时也会让人感到无力。 我因无法理解宇宙而感到沮丧,感到很无奈,我们应该理解的一些重要概念,像是时间等,而我本人并没有领悟到。 但是,优秀的物理学家比我更加理解它们,总的来说,这很令人沮丧,感觉我们的大脑缺少某些基本能力,但这也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梦想,即创造系统,以扩展我们的认知能力,从而理解万物理论和多元宇宙。 结束这次谈话,谈论生命的意义和宇宙的本质,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和我交谈,这是我最喜欢的对话之一,感谢您收听与Anchordragon的对话,也感谢我们的赞助商CashAPP。 如果您喜欢这个播客,请通过下载CashAPP并使用代码Lex Podcast来支持我们,您也可以在YouTube上订阅,在Patreon上支持,在Twitter上与我联系,账号为Lex Friedman等方式支持我们。 最后,送上Isaac Asimov的一句话,你的假设是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窗户,偶尔擦拭一下吧,不然阳光就无法照进来。 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下次再见。